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遭了很多古代史官的抨击 骂武则天还不忘了骂李志 都说你看看 非要立武则天为后 是谁让武则天有机可乘 这都怪李志 所以李志挺冤 夸他爸爸 夸他媳妇的时候 他是一点光都没站着 骂的时候他还得背锅 所以您看现在包括演武则天的电影电视剧 那武则天一出了 那一代女皇撒上英姿 这李志老是窝窝囊囊的 那么一个小男人 实际上唐高宗李志在位期间 虽然说没有什么大刀阔斧改革 但是对内发展经济休养生息 对外东征西战 古代汉族统治的所有朝代里边 国土面积的巅峰 那就是唐高宗时期达到的 所以说李志不是电视剧里说的那么窝囊 那么没能力 唐太宗啊 这个长孙皇后生了三个儿子 皇长子李承前 皇四子李太 皇九子李志 这仨儿子呢 是各有特点 李承前是嫡长子啊 八岁就立为太子 性格有点这个顽劣交纵 还因为难宠的事呢 跟他爸爸闹饭过 但是李世民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坚定的 就把他往继承人的方向来培养 这个皇四子李太呢 聪明 有才 写了一手的好字 文章也漂亮 那他可以说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子 唐太宗每回要说出去寻游去干嘛 都得带着李太 一天看不见他都想 那会儿来说 唐太宗自个儿养了一鸟 老派自己的鸟给他送信 这个送信的鸟 在唐太宗的宫殿跟李太的宫殿之间 就来来回回经常得飞 史书中还记载 说李太是个大胖子 腰腹宏大 腰很粗 唐太宗看着这个儿子 哎呀 这个胖啊 不是发愁说胖身体不好 愁的是我儿子这个体重走路上朝辛苦吧 得了 让我儿子坐轿子上朝 这就已经是预约了李治之外的疼爱 比起这俩哥哥来 李治 性情宽厚 带人谦和 老老实实的 从来不做这个特意的让他爸爸宠爱的事 你要是按道理说 太子这个位置呢 你无论如何也轮不着李治 可这个事呢 事事难料 唐太宗李世民过度的宠爱李太 导致呢 这对李承贤这个太子之位呢 就动了心思 李承贤一想 这可不行 我虽然说是太子 我总惹我爸爸生气 老四总讨好他 这要是跟我争太子的 我可能没希望 一不做 二不休 怎么办呢 准备造反 他想的就是 派人呢 跟他爸爸说 我病了 让唐太宗过来看他 提前安排一些个亲兵埋伏 他爸爸一进门 这就赶紧出来 逼迫唐太宗退位 但这个事 还没来得及实施呢 就这个消息走漏了 唐太宗很生气 所以说 这个因为这个 唐太宗之前也是跟他哥们闹得不愉快 因为他这个皇位是玄武门之变得来的 哥哥排挤兄弟 递得杀哥哥 是吧 所以说一看到这个 唐太宗心就凉了 就把这个太子贬为庶人发配了 贬为庶人 就是你不是太子 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李承贤发配了 剩下的就还剩俩 一个就是李太 一个就是李治 李太一听说 太子被废了 很开心呢 跑去呢 就跟这个 跟他爸爸说 父皇 我跟大哥不一样 我爱我兄弟 有一天我要当皇上 您放心 我把我自己的儿子杀了 传位给我弟弟李治 他走了 唐太宗一琢磨 后级那钩都是凉的呀 对不对 杀子传位于兄弟 有备于人伦常理 说你这不人话呀 唐太宗嘴 不行 这可不行 李太这马屁 没拍好 与此同时 李治这几天 也是睡得不踏实 唐太宗就问他 你怎么了 李治就不敢说 你说吧 怎么回事 那我跟您说吧 怎么回事呢 李治啊 跟一位皇叔关系不错 这皇叔呢 就参与了 李承前造反 就这个事 让李太知道了 李太就跟他说 你赶紧退出储君之政 要不然我就跟爸爸说 你跟乱臣贼子来往密切 哎呦 把这事一说 唐太宗啊 不光后级那两 前心后卫全两 就跟这个文武群臣们说 太立 成前 晋王皆不存 晋王立 太 共成前 可无恙也 就是说 我要是立这个李太当太子啊 那哥俩都得弄死 但是我要是立这个李治呢 可能那哥俩安然无恙 也就是说 李治在这个储君之争中 他这个宽厚仁爱的特点 这是最后 咱们看非常明智的选择 唐太宗为了让 让李治坐稳太子的位置 也是煞费心机 心里想好了 但是还故意的在朝堂上 跟文武群臣祝爱卿 你们觉得谁当太子合适啊 打什么呢 估计也是打不招呼了吧 把上其声称赞 哎 就李治 人孝最适合当土君 这才立储 当时 朝中很多权臣 你比如说 赵国公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大舅子 他心里就是很乐意看到 李治当太子继承皇位 因为什么呢 这个好多大臣觉得李治 他软柿子 好摆布 所以 折腾来折腾去 16岁的李治 当太子 这是由于俩哥哥 欲奔相征啊 他减了个便宜 当上太子之后 唐太宗就开始了 继承人的培养计划 令太子居寝殿之策 以便朝夕相处 你 哎 我旁边住着 我好好的这个交给你 也确实 那教育李治 他爸爸是操碎了心了 李治这 刚端起饭碗 那边唐太宗就告诉了 为了常有此饭 就要不夺农食 就我们吃个饭 你想想 你得重视农业 如何如何 处理朝政的时候呢 也让他跟着学 他爸爸这写道御旨 舅舅问 你看这合适不合适 合适啊 为什么合适 要是你 你怎么做 哎呀 所以到后来 唐太宗亲征 李治监国 操持国事呢 已经是非常熟练了 再后来 太宗去世 22岁的李治 正式登基 就成为后来的唐高宗 这个唐高宗继位之后 很勤奋 因为那会儿他爸爸三天一上朝 他是每天都上朝 他说我这么年轻 我就登基了 每天我都得很勤奋 别耽误政务 一直到一年多 宰相呢 跟他说 说您不用这样了 天下没那么些个事 很平安 这才改成隔一天 上一次朝 这个李治 有几个重要的政绩 首先说呢 就是这个 你唐高宗时期 经济建设还不错 人口显著增长 物产风盈 百姓们比较幸福 为什么呢 粮食便宜 具体是什么物价呢 因为资质通建里边记过 唐高宗时期 有一年大丰收 一斗米呢 就是十升米 一升米大概 一点二五斤吧 所以一斗粮食 应该是六公斤度 中国古代 也是跟白银挂钩的 唐朝实行的货币政策呢 一两白银 等于是一千文钱 也叫一贯钱 十两白银 等于是一两黄金 一两黄金 咱们说 大概相当于两千人民币 这么说吧 一块钱人民币 在唐朝 差不多应该是五文钱 也就是说 唐高宗时期物价是 五毛钱 买六公斤粮食 所以说这个 当时百姓挺幸福 这个为什么说 他那会儿 农业经济发展的好呢 一个是他坚持 实施均填制 就是国家把这个 每主的土地呢 分给百姓们 农民去住 每家每户分多少 人口来计算 你那会儿 唐朝初年 北方刚刚经历了 南北朝隋唐的战乱吧 元气都没有恢复 农民都逃难了 所以大量的土地都荒 这才有了军填制 在这个文质方面呢 唐高宗完善了科举的制度 高宗以前呢 唐朝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 但是每年录取的人数少 还是世家大族啊 皇亲贵气举荐 推举选拔人才 那会儿唐初什么 重贤馆 红文馆都存放图书的 国家的图书资料库 高宗登记之后说 都改学校 增加了很多官方的教学人员 扩大招生 唐朝有句俗话吗 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就说三十岁 考上明经科算是晚的 但是五十岁考上进士呢 算年龄小的 很了不起 他对这个进士的录取很严格 有一年科举 史官董司公 泄露了进士科的考题 高宗大怒 把泄题的官吏除名流放 而且还开创了个 店前世人的新政策 亲自选拔人才 给朝廷输送新鲜血液 在武功方面来说 他也是很有能力 任用梁将开疆拓土 因为什么呢 这个明君离不开梁将 智勇双全的将领 是打胜仗的关键 有几位这个高人 其中最厉害的有一位 就是那个薛仁贵 记住了 不是咱们唱戏 王宝川 王宝川的薛平贵 将军三剑定天山 就是平书里边 白虎兴下凡 薛仁贵 这个薛仁贵 露头脚的时候 是这个唐高宗他爸爸 唐太宗那会儿 薛家住在哪儿呢 山西合金附近 过去家里边 武农为生 这会儿可能是太能吃了 都到了三十岁了 也没什么成绩 这个薛仁贵呢 就跟他媳妇伤了 说你看咱们家那么穷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呢 在隋朝战乱的时候 克死他乡 没买祖坟里边 我打算把这个祖坟呢 签一下 换风水 可能就好了 那媳妇说 你别胡说八道了 能成功的人呢 不是因为风水 知道吧 你看你 大瓜哥吃这么些 你干脆 你应该啊 打仗去 等你要是一锦还乡了呢 你再签祖坟 咱们现在得说 这个薛夫人呢 真是令人佩服 他这个建议给他丈夫 指了一条大道 我说明天 唐太宗在高处观战 就看这个军营里边 有一个士兵 穿了一身 白衣白甲 哎呦 很厉害 手拿着紧 腰里跨着两张弓 他一下场一打仗 军队都赌 谁呀 这叫薛仁贵 打完仗之后 唐太宗就把他叫来了 你叫什么呀 我叫薛仁贵 好 赏了他马 赏了他步匹 还升了滚 所以说回来之后 唐太宗派薛仁贵 镇守在玄武门 说这次亲征 高兴的不是收复辽东 而是发现你这个吼将 薛仁贵很感动啊 感动是感动 这个 这个镇守玄武门 这个工作 他不是很开心 因为守门 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守了好几年的这个城门 薛仁贵终于守到了这个 让他名扬三军的皇帝 唐高宗 说唐高宗怎么会注意到守门的薛仁贵呢 有一年长安呢 天降暴雨 这洪水都淹到了玄武门 士兵们抱头鼠穿 色散逃命 薛仁贵呢 打这个 玄武门一看 唷 唐高宗住的这个万年宫乱套了 就这个洪水下来了 眼瞅着就要要冲进了宫殿 皇上就快 这怎么办 这个 他赶紧救驾 冒死啊 爬上了玄武门的横梁 皇上 洪水要来了 您赶紧一架高处 赶巧了 这个唐高宗命大 听见了赶紧避难 就这次山洪 导致王宫内外死了三千多人 如果不是薛仁贵 唐高宗估计凶多吉少 唐朝历史不得改写 这回救驾呢 对薛仁贵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几年 西域那边发生叛乱 唐高宗就想到薛仁贵 哎 看门的那老薛 让他去吧 来吧 这个人呢 我老说那句话 要是没有机遇啊 才华就等于狗屎 薛仁贵这个军事生涯 从此开始 当然你要说玩命的说哈 可能这个太复杂了 咱们有一句话说这个 将军三剑定天山 那说就是这个 打仗之前 唐高宗宴请这个将士 喝差不多 表演一下射箭吧 薛仁贵一拉进来 砰一下 这弓箭 搜一下 射穿了五层铠甲 高宗一看好啊 接着就有奖励 大军开拔 到了西域呢 对方军队听说薛仁贵勇猛善战 就安排了这么十几个勇士 站在那喊薛仁贵 有能力出来单挑啊 薛仁贵也听了 拿出三根弓箭来 一次射出来 这三名叫战的勇士 应声而倒 其他的全跑了 然后紧跟着下马投降 薛将军饶命啊 这就叫将军三剑定天山 壮士长歌 若汉关 这个薛仁贵呢 还有一个标志性的装束 白衣白炮 可能他觉得白色是他的好运气吧 是不是 到后来 公元666年 薛仁贵又穿一身白衣裳 身先士卒 杀敌万女 战功赫赫呀 很厉害呀 当然 也打过败仗 你比如跟吐蕃 打过败仗 也因为这个屠杀俘虏 治军不严的也被人弹劾过 但是呢 唐高宗呢 还始终是很信任他 就算有时候暂时流放 没多久又将才难得 又找回来了 薛仁贵也对得起高宗 年过花甲 还能够西征 银跑老将 敌军一看是他 扭头就跑 也就是说高宗手下 还是有很多的高人的 他这个登基纪位之后 政绩可圈可点 不像史书上说的 什么昏庸 懦弱 当然 李治跟武则天呢 那是 另一段故事 这一段故事 就去扮计判判家